年纪大了 血压高了 怎样才能有效控制 它比肿瘤的危害要巨大巨大很多 高血压和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想要预防该怎么做 高血压可以说是我们医学上 或者是我们神经科最好治的一个劳动 生活中哪些好习惯能帮助我们控制血压 新鲜的水果 蔬菜 饮食的多样化的营养平衡 约见名医 特邀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刘新峰教您科学应对高血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全媒体大型互动健康科普节目 约见名医 我是主持人小乐 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在我苏网 励志新闻 健康江苏等 全媒体的各大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 同时今年节目的整个录制过程 大家可以在千聊快手抖音的直播间同步看到 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很多观众在我们约见名医的抖音快手号上留言 求教高血压怎么办 其实高血压的发生和多种因素相关 它可能来自于人们的餐桌 也可能来自于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您是否也有高血压的隐患 今天约见名医将为您揭开高血压的神秘面商 那高血压从而来 我们如何避免高血压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呢 马上请出今天的专家 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刘新峰教授 让我们掌声欢迎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全网热搜关键词 那第一个呢是高血压从何而来 大家都特别想知道这个高血压呢 应该是算得上是一种慢性疾病 它正在逐步的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但大家特别想知道 这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高血压从何而来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人体它是一个交感调节系统 它正常人如果没有高血压的话 它调节得非常好 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 血压就不需要那么高 它维持心状也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它就有一个基础的血压就可以了 但是当你在活动或者用脑 或者是在这种激烈的辩论 或者是人需要活动的时候 它血压自然会提高 但是不管你怎么高 我们高血压的标准 在我们中国的话 是高压不超过140 低压不超过90 140的90 其实大家不要怕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和各种因素 混杂在一块都有关系 都可以导致高血压的影响 比如说紧张 对 比如说过老死 有的人他就过度的紧张 或者是几天不睡觉 那他血压肯定会上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压是每10年都有一个提高的表现 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因为这个动脉的血管 刚生下来的时候 它是就像一个橡皮管子 刚刚出厂的时候 非常有弹性 并且柔软 这种弹性和柔软 其实就是血管本身的 一个自我调节能力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慢慢就变得硬化 包括生活方式 很多因素刺激 这个管壁 它就像金属一样了 老化了 老化了 或者说 它这种调节就差了 然后血压就慢慢慢慢提高 来保证我们这个脑袋 或者心状的灌注 同样的低血压 它就没法保持 它原来的血流量 就这么个概念 有没有一个数据统计 说目前我们国家 大概有多少高血压患者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我估计高血压的比例 应该是在十万分之 四百五百的样子 甚至会更高 而且不同的人群 对 不同的年龄阶段 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非常高 那么我们身体当中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 信号的时候呢 就可以确定为 有可能是高血压 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看 当你出现信号的时候 已经有点晚了 对 但是的确 就是已经有反应了 有临床症状了 对 但是所以我是觉得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 待会我们还会讲到这个话题 对血压的管理 监测血压很重要 但是实际上 我们大部分病人到医院来 都是出现症状的时候 他才会到医院来 才会明确他是高血压 他症状可以很多 比如说头昏 头痛 甚至脸红 头晕 或者这个人就特别急 心跳加快 你越紧张 他血压越高 对 所以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已经 有一段时间都有高血压 但是中国有著古话 叫亡羊补牢 有胃为晚 你当你发现症状的时候 迅速去发现你有高血压 确定你有高血压 然后去把血压控制 应该来说还是来得及的 只要你能够遵守医嘱 能够把血压去控制好 这个问题就解决在 萌芽状态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说 身体出现这些症状 真的应该感谢自己的身体 是的 这是给你提供一个信号 告诉你一定要小心了 其实高血压的最怕的是什么 没有征兆 对 如果说没有征兆 可能有的人是这个 比较反应的比较 迟钝 或者人体的保护能力 没有那么强 对 飙到了180甚至200了 可能投晕的不是那么明显 是的 但如果说一旦是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个大问题 是的 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 其实每个人对血压的 提高的程度的耐受能力 是不一样的 反应是不一样的 其实每个人就像长得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到150的血压 它就反应很强烈 对 有的人150没感觉 没感觉 所以说这个的确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有这种保护意识 我觉得尤其是你有症状的时候 甚至这种症状比较频发 或者你一激动就面红耳吃的 或者又是头昏头痛 又有呕吐 或者这种恶心 这种表现都来了 那个你是要高度重视的 对 如果这种症状很明显的时候 甚至我们都把它叫做高血压 微向 所谓微向那都是一个急诊 因为它离足中 脑中风或者心脚痛 心肌公尺就不远了 距离很近了 所以这个你就要高度重视 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 高血压有很多的症状 比如说出现了头晕 眼花甚至是脾气暴躁 然后情绪不稳定等等 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 比较特殊的一些案例呢 给我们来讲一讲 是的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基本上你上门诊 或者在病房正常都碰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就说 我这个周一碰到的一个 大概三十七八岁的吧 很年轻 是个小老板 小老板他一直头昏 头晕 就是到去看 到去看血压就是不稳定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然后个个可能有的医生 也没给他诊断 其实我就告诉他 你就是高血压 他自己只是没有意识到 他是高血压 他自己有时候有的 他尽管事业上很有成 但是他这种医学保健知识 对医生他又不是那么信任 医生给他诊断高血压 他还觉得量的有时候高 有时候不高 其实我们只要在你安静状况下 两次不同时期的血压测量高 就是高血压 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看了很多医生 人家也给他诊断高血压 他自己还觉得 我这个不是高血压 因为他觉得他很年轻 对 他总觉得高血压不一定会头晕 其实头晕头痛 头晕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所以从临床的一些案例 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于高血压的认识 还有一点点的偏颇 就觉得我年轻 然后血压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高 有时候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是根据我的工作 或者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 但是我不承认 我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会这样 很多人就是偶尔量一次高血压 或者他没抓到 还有这个血压呢 有时候的确他也是不同情况下 量的血压可能会不一样 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确定 你有没有高血压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找 神经科医生 心内科医生 这两个科的医生 对高血压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一定是有把握给你确定的 那就针对于这个案例 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因素会导致高血压呢 年龄首先要注意 一般来讲 从常规来讲 一般40岁以上的人 人到中年以后 这个血压升高的比例 就会更高一些 这时候就要警惕了 这时候要警惕了 如果你40岁左右的人 我觉得你如果从来没量过血压 毫不疑问你应该去量量血压 对 甚至量几次都可以 因为有可能就是 偶然就发现你血压高了 只要你是在安静状态下 所以一个是年龄 还有一个就是 你如果长期也是的确属于这种 工作压力超负荷的人 你得高血压的比例 肯定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体型也是比较胖的 三高人群 三高人群 或者是你这个也不大运动的 这些人 或者抽烟喝酒也比较多 应酬也比较多的 生活习惯也不好的 就是你这个有遗传背景的 这些人 你好无疑问 你其实早早的有这个意识 那是最理想的 你就有可能发现 高血压的比例就会很高 因为就在普通人群里面 任何人都有可能得高血压 好 教授 来看一下全网热搜 关键词的第二个 就是高血压的危害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 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在《励志新闻》上 就发起了一个调查 说血压多久 要测量一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结果 这个我们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说 每个月测量一次血压 还有一个答案是 每天测量一次血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调查结果 选每个月的观众 有1800多人选 每天测量一次的观众 有将近快5000人了 对这个调查结果 教授能不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所以我听到这个调查结果 我就比较好笑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至少每天测一次的人更多一些 说明我们大众 对这个高血压的预防 还是有一定的意识 对对对 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 每天测一次是不高的 在早晨 它为了食用你一天的工作血压 会高起来 慢慢慢慢可能到90点钟 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峰 然后慢慢慢慢 随着你食用你以后 它又平稳下来 它是个波形曲线 它跟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对和你的生活节奏是有关系的 所以到下午到晚上 它慢慢慢慢又下来了 降下来了 所以我们其实主张是最好是 如果你是一个高血压的 潜在的危险的人群 尽量多测几次 最好是至少三次 然后取平均值 这样的话能达到一个 比较准确的血压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提法 我们正常的健康人群 可能一年测一次 参加体检的时候 就可以了吗 一年测一次 如果你是完全没有高血压 比如说又是40岁以下 对 也许骂骂乎乎 但是我感觉一年测一次血压 可能还是 尤其是30岁以上的人 可能还有点少 有点少 如果是20几岁 一年测一次也就差不多 也可以 或者也可以 但是对于一些 高血压的高危人群 或者是已经确诊了 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 那最好说是 每天都要进行监测 而且每天要分不同时段 进行监测 是的 这样更好的能够 监测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是的 好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 这个正常人 或者是我们高血压的高危人群 或者是高血压患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来测量我们的血压 那其中我就觉得 有一点可能要提醒大家 最好家里 每一家都配一个血压剂 这个血压剂的选择怎么选呢 因为我们知道 有这个万式的 还有这个必式的 哪一种更好呢 其实我们正常也碰到 有的病人 我是万式的 我是必式的 包括水银血压剂 我们医生用的水银血压剂 其实都可以 只要是我们国家 有质量标准达标的 其实都是可以的 都准确 甚至现在我们这些手房 健康手房 都能够提示血压了 都能控制得很好 只要你是买的正规的产品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每家里配个 一个两个血压剂 这是非常有必要 尤其你家里有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 尤其四五十岁 五十岁以上的人 都要关注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特别想请教您 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 就是每次呢 我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有一个B套 这个套上去之后 它可能要勒紧 但这个勒紧呢 我怕勒得太紧了 这个张不开 勒得不够紧的话呢 我也觉得测不准 这个程度是怎么来把控的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其实我们对它是有要求的 过紧导致血压 可能会有点差异的 其实我们一般主张 就是十度 所谓十度就是 你估起来一个手指 轻轻地塞一塞 也还可以 这就可以了 不要过于太紧 不要过于紧 也不能过松 过松过紧 都会引起血压 可能有个几毫米孔柱的差异 还有观众呢 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他说我在家里测的 这个血压值 怎么跟到医院去 医生给我测的 这个血压值不太一样了 到底以哪个为标准 哪个是正确的呢 说得非常对 这种情况 我们基本上正常碰到 有的人其实 他去看医生 如果看得少 去医院去得少 他比较焦虑的话 一到医院测他就高 他一看到穿白大褂 他就紧张 但是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就这么一紧张 血压特别高 那你肯定也是高血压 我们也会这么诊断 所以也不是说哪个更准 我们会结合的 医生他会判断 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高血压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中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 它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那这个危害是什么 它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高血压的危害 我可以说是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做心脑血管病的医生 都说这真的是我们心脑血管病 最大的一个危害的因素 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比如说中风 中风就是脑血管病 脑朱中 因为我是做脑血管病的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半以上的中风 都是与高血压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么厉害 所以也就是说一半你导致偏瘫 对 或者昏迷 或者出血 尤其是出血 甚至60%都是与高血压有关系 这是第一因素 还有我们的心脚痛 心肌宫死 猝死 都与高血压有关系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国是人口大国 我们也是心脑血管病大国 心脑血管病为什么是第一位的自残 自死 发病率最高的原因 其实高血压贡献了50%到60%以上的因素 还不仅仅是高血压 对心脑血管 对肾功能障碍 对糖尿病周围神经 这种坚实性波形 下肢的缺血 这种表现 都是万恶之源 所以高血压的危害 我可以说是 是我们医学领域里边 可能大家对肿瘤比较关注 它比肿瘤的危害要巨大巨大很多 而且又是一个非常好控制的危险因素 所以对血压的控制和管理 是我们整个医学推进全民健康 最关键的一个抓手 上个星期我查房的有一个病人 大概40多岁吧 40多岁 也非常年轻 也非常年轻 轻壮年 也非常年轻 突然的不能讲话 半生的瘫痪 其实送到医院来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送到医院来 还不错 我们迅速给了它溶酸治疗 溶酸治疗就是一种要把血栓打通 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吗 中风 就中风 这叫老拱死 或者我们就叫老拱死 好 这个病人其实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是高血压 它只有高血压 它也不抽烟 也不怕 也注意运动 但是就是高血压它不知道 这就是它唯一的病人导致了脑拱死 甚至因为高血压的时间比较长 导致一个动脉硬化 一个血栓 把这个大脑中动脉堵住了 所以出现了偏瘫 偏忙 所谓看东西只看一半 还有就是不能讲话了 所以尽管我们治疗的比较及时 但这个病人其实还是这个 鹤移症还是会流一些的 就导致终身的残疾 这是很可怕的 如果你把高血压控制了 其实我们的心脑血管病 40%都下降 就只要把这一个因素控制住 能够防止40% 甚至更多的中风的病人 你看这个比例 这个对健康的贡献是巨大的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约界明医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 是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刘新峰教授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知识 是别让高血压影响到您的健康 好 教授 我们约界明医的很多粉丝 知道您今天要来做节目 所以特地想要有些问题请教您 那现在我们就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 请您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吗 好 喂 您好 喂 刘主任您好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家老人特别爱吃腌鱼和腌肉 很喜欢喂给孩子吃 听说这个吃腌制品会引起高血压 我想问这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饮食习惯 非常有代表性 因为中国这个饮食文化 我们有很多其实也是不健康的 对 那个因为食物的储存 这个腌鱼 腌肉 当时那个年代没法储存 只能靠盐去把它腌起来 对 其实盐与高血压是直接的正相关 什么叫直接的正相关 你吃得越咸 你得高血压是必然的 风险越高 风险越高 而且我们控制高血压 也是尽量淡 其实我们中国人群 普遍盐摄入的是比较高的 比西方人更高 对 所以你在你现有的基础上 你把盐减少一半都不算多 但是有的人可能控制不住口味 对 如果你家老人和你家小孩 能够不吃腌制品 那我觉得是最好的 其实孩子的饮食习惯 是有记忆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回到老家 你吃上那个味道 你就开心 就是感觉到好像是回到家乡了 其实如果你的家庭 没有这种比较好的健康意识 为什么有时候得病一家一家的 就这个道理 就是因为父母 或者是对这种健康饮食习惯不好 或者给孩子们留下了记忆 甚至不断的遗传下去 所谓的遗传 其实它并不一定是基因的遗传 对 就是因为你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 生活环境也很重要 导致了你这个家庭特有的这种表现 所以我是非常主张 新鲜的水果蔬菜 饮食的多样化的营养平衡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你吃惯了清单 你也觉得清单非常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广泛的宣传 就像刚才您给大家介绍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患者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对于高血压 这个疾病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这些说法是否科学 是否有道理呢 也请我们的教授给大家来 叶鸣正身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说高血压是治不好的 只能慢慢调理 我觉得这个也不对 高血压其实也是能治好的 比如说我们早期 尤其是早期干预非常管用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血压也不是很高 就是生活方式不好 比如说紧张 脑内吃的咸 可能你把这些因素控制的 高血压就治好了 还有就是有的比较顽固的高血压 你长期的吃药几年下来 它可能血压就很平稳了 就也可以不吃药了 能治好 高血压可以说是我们医学上 或者是我们神经科 最好治的一个毛病 当然你要坚持好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不坚持好的生活方式 它可能卷土重来 对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说是一日之血在于尘 因为有40%的心脑血管的事件 都是发生于早晨 清晨 是的 这是有道理的 当你早晨四五点钟左右 开始要醒来的时候 胶感成精就开始兴奋 兴奋的时候 它就从睡眠状态的血压 慢慢慢慢把血压升起来 当你的胶感调节不好的时候 它可能就升得太快 可能高血压在早晨的血压 就是最高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 降血压要我们其实主张你清晨 一醒来甚至就把它吃掉 是最好的 所以说晨起高血压 风险是最大的 我们很多中风 脑血管病的中风 其实在早晨四五点钟 发生是最高的 出血可能是在运动状态下多一点 尤其是脑拱死 是在这种晨起的过程中 血压提高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容易出现 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事件 是有道理的 好 再来看一个问题 说不能老吃同样的降压药 要经常换一换 以免失效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所有的高血压药都是有效的 因为都是真过良好的临床试验 很多年的临床试验了 而且都是很好的有效的药 其实我们反而不主张你换药 只要你这个血压药用的是对的 如果是正规的医生给你开的 你血压又控制得很好 你不需要去求高档的 都是一样的 只要能把血压控制好 能够很平和 除非这个高血压药 不适合你的病理生理状况 或者说你本身有一些生功能障碍 或者有一些新功能 或者哪些方面 我们医生在选择不同的血压药的时候 会给你首选某个更好 但是当你吃上这个降血压药 其实又控制得很平稳 你又能很好的耐受的话 不需要晃 你反而去晃 会导致它又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们其实越长期越好 没关系的 好 教授我们再来看一下 全网热搜关键词的第三个 就是高血压怎么办 我们的血压一旦飙升了高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我觉得首先各位观众朋友 你如果有高血压 你也不要感觉到自己很不慎 好像不得了了 这个世界末日就来了 情绪就紧张起来了 情绪就紧张了 这个非常正常 我刚才说了 高血压是随着你的生命周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半以上的人都可能发生的 所以没有什么不幸的问题 所以首先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不要去怀疑它 有高血压就有高血压 其实有两点你注意好就行 首先高血压它是与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的 首先你可以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 比如说你有没有饮食不好 吃得很咸 还有一个就是食度的运动也很重要 其实运动也是会带来一种交感神经的兴奋的调节 一种负交感的调节 让你更平和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这些不好的生活方式的危险因素 比如说吸烟 吸烟我是坚决反对的 吸烟肯定对高血压是不利的 还有酗酒 喝酒比较多 当然你要偶尔喝点酒 倒也少量的喝一点倒也可以的 也不是说绝对要进酒 所以你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我想很多人一半也就控制住了 教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关键的 就是说高血压患者他怎么运动 因为有的人说我本来血压就高 我再运动我这只血压一下子上去了 没准就脑出血了 所以我特别的紧张 对这一类人群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他们呢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他 其实我作为医生 我倒不给你做很好的建议 但是我是要告诉你什么时间运动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很多一清早四五点钟就爬出去运动了 他又有高血压 这个其实蛮可怕的 大家知道晨起的血压刚好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就是你又一清早血压药都没吃就跑出去运动了 这个可能就给你带来额外的风险 夏天还好 尤其是冬天 温差大的变化 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寒冬降温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多发 原因就是从比较暖和的环境突然到比较冷的环境 血管就收收 一收收血压就要提高 因为管道一小了嘛 他这个心状就拼命把血压要打起来 那提高你的脑部的关注 然后你还要剧烈的运动 耗氧量又大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主张我们尤其是有这种高血压 或者足中心肌宫死 心血管 心脑血管病这种朋友 我不建议你们一清早去运动 我建议你们其实 你去看太阳升起的这个规律就行 谁知道太阳的升起 你大概九十点钟 十点钟 甚至十点钟以后就没问题了 你可以多在床上赖一会儿 把降压要在床上吃了 不用急于下床 哪怕再在床上 慢慢慢慢适应这种血压的提高 这反而对你是有益的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全媒体大型互动健康科普节目 月见明依 我是主持人小乐 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教授 给大家科普了 高血压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好 感谢收看 本期节目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